专访用料理传递爱。 亚迪妈练下味的长杯菜肴。 亚迪妈对于阿迪,中,亚迪有助独树一格的教育态度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一一。 现年32岁王军平,亚迪妈,2010年嫁给法级老公,目前育有超萌混血儿子亚迪山大以及肥安。 因为其独树一格的教育态度,在网路上拥有百万人气,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。 亚迪妈透露在台湾生活时,先少进厨房下厨。 但嫁到法国,可不只是外界所看到的光鲜料理,她一边学习法轮,一边精进主意,将思念固色的种种情绪,融合到菜肴中,如今更出版内家味的长杯菜肴,精选她记忆中最美味的40道料理,让每个人都能轻松优雅地做出家常料理。 亚迪妈回台的短短两个礼拜,有大半时间都在卫星书宣传,一台进咖啡厅,只见她刚结束上个访谈,低头在帮亚里画画,但仍不及不适地送上笑容,颇有法国的优雅与从容。 在短暂休息的十分钟内,亚迪妈仍在处理其他工作琐事,亚迪与阿迪、肥安,则轮流跑到她身边,不停问住,等一下可以去夜市吗?我想玩手机。 面对重复问题,亚迪妈耐住性子,不厌其烦地一再回应相同问题,让人见识到好的教育,不需要军事化的严格,只需要满满的耐心与爱。 阿迪、左、亚迪、右、贴心陪住亚迪妈一起工作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01803.11。 亚迪妈透露,过去在台湾生活时,因为吃饭太过便利,加上工作忙碌,无暇下厨,但嫁到法国后,因为没有这么多邻近的餐厅、便利商店,于是她上网查食谱,做笔记,在累积了满是油渍的食谱笔记本后, 早已牢牢记住那些诀窍。 问基难道没有失败过?亚迪妈笑说,还真的没有噎,通常一次就会成功。 他更强调,练家为的长杯菜肴里头所教的料理,绝对轻易就能上手。 关于这40道料理的背后故事,哪个最让她印象深刻? 独立成熟的亚迪妈,也难得流露出思念母亲的表情,她表示,生完阿弥的时候,我妈妈到法国帮我做月子,就煮了山腰排骨汤,每次一喝我都能感受到妈妈的爱。 用食物联系家庭感情,或许是从上一代传承给亚迪妈,她也把这些爱放进料理中,让两个儿子都承袭她这种体贴性格。 亚迪妈相当疼爱阿迪,中,亚迪。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01803.11。 亚迪妈做料理有一个原则,就是希望能让人吃得开心。 所以她在处理三杯鸡的料理时,就会选用去骨鸡肉,不必吃得面目争瘾,甚至在处理瞎子时,也会刻意将壳鲜剥好。 这不经意的贴心也感染了亚迪。 阿迪,她透露亚迪会主动帮忙摆盘,也会主动做家事,阿迪则是会主动说要帮她按摩。 亚迪妈,阿迪,中,亚迪在网路上拥有高人气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01803.11。 亚迪妈说住两个儿子的体贴,其实并非纸上谈兵。 在录制影片前,访问团队与亚迪妈进行沟通时,亚迪悄悄跑到她旁边,笑声地说,妈妈奶在拍什么,我可以帮忙奶一起。 让人暗自惊呼,亚迪不止外表可爱帅气,内心也是暖男一眉。 然而亚迪妈对于小孩的教育,也颇有个人见解,她从不用娃娃音哄小孩,认为好好说,孩子就懵懂。 也透露亚迪与阿迪都知道自己在网路上拥有高人气,但亚迪妈坚持让她们保有纯真童年,不让她们上节目曝光。 亚迪深大一开始以超萌脸蛋,掳获不少粉丝芳心,亚迪妈透露,的却接到许多亲子节目邀约,甚至有大陆资方愿意帮亚迪开一个节目,但全被亚迪妈一一拒绝。 她认为小孩的纯真是最独一无二的,就连有粉丝想与两位萌娃拍照,亚迪妈都会请求粉丝们自己询问亚迪,如果她不愿意,谁也不能强迫她,即便亚迪妈会因此得罪粉丝,但她认为尊重对于小孩是不可缺少的。 阿迪、钟、亚迪、幼、贴心陪着亚迪妈一起工作。 图记者零百年社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一一。 在出版了亚迪、阿迪的生活记录,以及第二本书籍《内家卫的长辈菜肴》,问及亚迪妈未来的出书计划。 她表示,其实很想写一些女性观点的书籍,但观点或许不能符合每个人内心的主观意识,所以仍在思考阶段,但她笑说,其实也想在香港、马来西亚举办签书会,与粉丝进行近距离接触。 访谈进行到尾声时,在经历了三个访谈时间的阿迪似乎有些坐不住,频频喊话想吃饭,亚迪与亚迪把默默讨论要去哪个夜时,亚迪妈也客气询问,访谈内容够充足吗? 顿时让人了解,亚迪一家能拥有超人气,不光是两个孩子的可爱脸蛋,而是一家人都能保有对彼此的真挚体贴。 结束访谈时,亚迪妈一家立即客气地向采访团队致谢,旋风离开现场,前往夜市,然而亚迪一家可爱又温暖的话语,仍旧在空气中荡漾盘旋,让人感受到满满幸福。 阿迪、钟、亚迪、幼、贴心陪着亚迪妈一起工作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01803.11 图记者林百年社,21703.11604.11